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终结 尽管冷战结束已将近30年 但是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遗产 给世界格局和亚太地区带来深远影响 那么如何评价美国 中国等国家在冷战中扮演的角色 冷战对东西方关系 国际政治的格局和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 美中两国应该如何吸取冷战遗产的经验与教训 恰当地管理好北中关系 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 欢迎马昭教授 马教授 知道最近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关于冷战问题 或者叫冷战文化的这样的研讨会 您本人好像还也是其中一个研讨会的一个组织者之一 为什么学术界对冷战这个话题的这样的兴趣 这么多年了 30年了 仍然不解 首先应该说2017年不仅是冷战结束30年 而且它也基本上是冷战爆发70周年整 所以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纪念性的日子 我觉得冷战研究之所以能够引起很多学者的浓厚兴趣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当然学术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外交文件解密 还有一些回忆录 书信 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答案资料被发掘出来 那么可以使我们能够超出美苏两个阵营 看一看其他国家在冷战中的历史 也可以考察一下个人的历史经历 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冷战时期形成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制 其实依然主导着当今的国际社会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国际组织 像北约 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像东盟 还包括其实我们现在做节目的美国之音 它实际上都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些机构 所以可以说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冷战的 时期建立的国际体系之中 而且有些话题或者有些问题形成于冷战 到现在也没有解决 比如说朝鲜半岛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所以这些都直接影响了 使得学者们依然关注这个问题 冷战作为一种遗产 无论它是作为一种是一个正面的遗产 还是一个负面的遗产 那么现在学术界又把它称作冷战文化等等 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么冷战的遗产对美国和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冷战可能刚才说的有两点需要区分一下 一方面是冷战的政治遗产和军事遗产 另外一方面就是冷战的文化遗产 这个政治军事遗产实际上到现在来说 除了一些国际组织和地缘政治的一些威胁 比如说朝鲜 那么其他的基本上已经消除掉了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就是冷战的文化遗产 这个是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的东西 也就是说冷战实际上不仅是一个 以军事威胁为后盾的意识形态角度 它也是宣传战 也是心理战 那么这种宣传心理所造成的人们对国际的一种 国际的看法实际上现在还都存在 你比如说中国有时候在官方的材料中经常还提到一些词 像敌对势力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 还有中国外交部经常提到的所谓冷战思维 这些都是冷战文化的不同的反应 那么你包括冷战时期生产的一些文化作品 你像中国大家可能中国观众更熟悉的 像红色娘子军的这样的红色经典作品 他们实际上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到现在依然在舞台的影视剧中不断的上演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冷战文化的直接影响 怎么来评价美国在冷战当中的这样的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美国在整个冷战过程当中它的战略的得失 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了 那么可能也不能在几分钟的时间内解释出来 那么我想借用一下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冷战史 和朝鲜史研究的一个著名学者 是卡明斯教授 他也来参加了我们上周的一个冷战文化研讨会 他说美国在冷战的整个历程中 在东亚这个范围内有得有失 有贡献也有失败 他的主要贡献是美国在东亚地区倾注了大量的资金 为东亚的盟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的局势 那么这种安保条件之下 为日后的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政治和军事条件 那么最终美中关系正常化 中国回归到了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 所以至今从经济角度来说 东亚依然是世界经济最活跃和最有活力的地区 这个应该说美国在这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如果说失败的话 我想也是借用卡明斯教授的话说 他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没有充分的理解 东亚地区这个民族主义 特别是以反殖民地压迫 民族独立斗争这样的民族主义 把它简单的视成是一种共产主义的翻版 所以这样的话导致像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中的一系列战略失误 这样不仅造成一些紧张关系 那么同时对美国本身的经济 还有生命财产都有一些损失 这个是他的失败的地方 我们再来说说亚洲的这些主要国家 包括中国 日本 朝鲜 韩国 可以说这些主要的国家 都是冷战的直接的这样的参与者 那么比如说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还有甚至包括中国的国共的内战 都可以说是冷战的这样的重要的一个事件 那么对于这些东亚国家来说 是不是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走出了 所谓冷战的这样的阴影也好 或者是冷战的这样的笼罩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了 我们说其实冷战并没有完全的成为历史 就像刚才我们前面所说到的 冷战建立起来的国际体制 或者地区体制还依然存在 它们依然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 地区安全 包括经济发展 可能可以简单的去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朝鲜 一个例子是香港 朝鲜半岛上的两个政权 实际上是冷战的产物 那么朝鲜战争是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 就是真刀真枪的热战 那么它几乎把这个朝鲜政权 就北朝鲜这个政权彻底摧毁 那么目前来说朝鲜依然是面临着 严峻的生存危机 所以它才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不断地发展它的核武器 发展它的弹道导弹技术 这就是要解决它的生存危机 同时朝鲜也是希望能够保留 朝鲜半岛的冷战态势 形成一种就是来瓦解中美之间的合作 来破坏中国和韩国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从中找到它生存的一个空间 这是朝鲜 那么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从政治和军事角度 另外一个是香港 香港实际上是冷战经济的一个很好的代表 那么在香港崛起之前 远东的经济中心是上海 后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随着美中关系破裂 那么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全面制裁 那么上海衰落了 中国也不是国际经济中的一环了 所以香港就崛起了 可是到了现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重新回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 那么上海又重新崛起了 又成了东亚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核心地带 那么它就直接影响了香港自身的定位和未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 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这个经济一直有问题 那么它也在重新找出路 所以从这个政治和经济角度来说 从朝鲜和香港来说 我们都可以看到冷战的这个影响 我知道中国有学者 国际关系学者提出过 就是在这个柏林墙倒塌之后 在一直到现在的这一段时间 所谓后冷战时期 他们提出了一个所谓新冷战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你是怎么看这种观点的 就是说现在还是一种新冷战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吗 特别是美中两国关系 我个人不是习惯十分用新冷战 来描述现在的一个基本的形式 我们说一方面来说 当然中国和美国之间 也包括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地缘国家之间 像中日中韩都有一些矛盾 但是它和冷战这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冷战时代强调的是用军事压力为后盾 然后是以意识形态之争 最终还通过一些代理人战争 来达到国家的一个基本的地缘政治 最大的诉求 所以我们说这种高限度的 这种以压制为中心的这种地缘政治关系 那个是冷战时代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标志 我们现在来说你可以看 有的时候政治上可能有些问题 但基本上是有一个框架来解决 或讨论这些问题的 它包括一些地区性的政治协商机制 或者包括一些国际协商机制 同时这些地区在文化和经济方面 有很强烈的交流和互相依赖 这些都不是出现在当时冷战的时候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区分的 好的 谢谢马昭教授 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 参加今天美国观察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